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哭得很伤心 在刚刚过去的阳年大年初八 老人的女儿被人掐死在他自己的婚房之内 老人住在河南省的林州市 他的女儿叫郭平 今年二十三岁 老人说郭平结婚还不满两年 孩子也刚刚出生八个多月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春节喜庆之时 竟然遭遇了不幸 老人的小外孙女不满一周岁 正是敖敖待哭之时 但是孩子却永远失去了母亲 然而更让老人伤心的是 杀害女儿的凶手不是别人 竟然是她的女婿 也就是郭平的丈夫王小郭 对于妹妹的惨死 郭平的哥哥认为 她的妹夫早有杀人之心 郭平的哥哥说 王小波和他妹妹谈恋爱时 他就感觉这个人有些不对劲 因为王小波是一个 喜欢吃喝玩乐的人 平常也不出去工作 大部分生活开销 都有她妹妹之父 所以她并不看好 两个人的婚姻 曾经以后 我让我妹妹跪在桌子前面 我说你跑到马路上 两个人要饭 你和我们不缠了 当时你妹妹也不和我 当时怎么说 她说了可以 非常想要 她说她愿意 尽管多次阻拦 但是郭平最终 还是嫁给了王小波 郭平的哥哥说 王小波的甜言蜜语和文静的外表 让她妹妹十分着迷 但是婚后仅仅一年多 王小波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出现 她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那你因为这个 对 她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女人也不是 不是正常的女人 郭平的哥哥说 正是这个女人的出现 让王小波对她的妹妹暗生杀新 2015年3月10日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王小波被河南省临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 5月9日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对她提起了公诉 6月25日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我是七期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听审现场 看过前面的短片 不难理解老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晚年丧女 还要抚养女儿留下的年幼的外孙女 他们未来的日子可想而知 那么造成这一切后果的王小波 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妻子郭平不顾家人的阻拦 执意嫁给她 为她生了孩子 甚至还负担着她日常大部分的开销 按理说 这样的老婆人之意尽 打的灯我都难找 可是为什么最终会死在自己丈夫手中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吗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评审现场 开庭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办庭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 王小波到庭 被告人叫什么名字 王小波 还有没有别的名字 出称年月日 1991年11月15日 什么民主 汉主 文化程度 出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今天 以法公开审理 由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王小波故意杀人一案 本法庭有审判员 陈慎生 藏树军 高原 以法组成何一庭 审判员 陈慎生 也就是我本人 担任审判长 此案的审理 正值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司法改革之时 院长陈慎生 亲自担任审判长参与庭审 而被告人 也没有剃光头穿球衣 他的位置 也仅靠他的辩护人 法庭似乎传递出一股 与以往不同的气息 而案件也引起了安阳市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他们也很想知道 这起惊人的丈夫杀妻案 法庭最终会如何审理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 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河南省安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案件公诉一 刑诉201517号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5年2月26日12时许 被告人王小波与其妻子郭平 因家庭矛盾发生争执 继之发生打斗 后被告人王小波将郭平半倒在地 并骑在郭平身上 双手掐住郭平的颈部 直至郭平口吐白沫 不再反抗才松手 公诉人认为 被告人王小波目无国法 因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纠纷 便采取暴力手段 将其其活活掐死 情节恶劣 后果严重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 发生家庭矛盾 丈夫便杀死自己的妻子 被告人王小波的行为超越常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为何如此残忍呢 被告人王小波 你可以坐下 就是把你犯罪的经过 陈述一遍 案发当天是2015年2月26号 那时候因为家庭矛盾 整日在家喝酒 2月26号上午 邻居中午的时候 郭平回家跟我说要离婚 我一开始不同意 后来我们发生了争吵 争吵得很激烈 进而发生了肢体冲突 被告人王小波说 因为两个人都动起了手 他一怒之下 将妻子郭平摔倒在地 其实当时我没想要杀他 当时我将他绊倒 是想制止他跟我的打闹 我将其绊倒 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直到他不再过度的挣扎 才松手 随后拿走他的手机 离开了现场 娶我大估价 随后和亲戚陪同下 去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我的公司完毕 被告人王小波说 掐死妻子是他一时失手 并非故意杀人 但是如果他不想杀人 为何要死死掐住对方的脖子呢 下面请公诉人 对被告人王小波进行询问 被告人王小波 下面公诉人向你发问 希望你如实回答问题 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你和郭平的婚姻是自由恋爱 还是听别人介绍 自由恋爱 结婚了以后 你们夫妻感情如何 师父经常吵架 我们的夫妻感情很好 偶尔会有争吵 你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被告人王小波说 争吵的原因 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但家庭琐事 为何会引发凶案 而被害人哥哥所说的神秘女人 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同吕白娟是什么关系 普通朋友 师父经常联系 基本上就不联系 案发当天 你和郭平在家中 发生了什么矛盾 他怀疑我跟吕白娟 有不正当关系 所以才发生了矛盾 这个吕姓女子 就是被害人哥哥 所说的那个神秘女人 但是被告人王小波说 他与这个人并无特殊关系 然而被害人哥哥 却不这么看 那女的就出午 通了我的 那出午晚上 手机上 扔着免提 我就听到了 在场的人都听见 他就说 你过来吧 你老婆不在家 过来再开房 他开房 他说的就是四五遍 但是我妈在跟前 我妈也没有上过去 他说开房是啥意思 我开房就是赌宾馆的意思 被害人哥哥说 王小波正值青春年少 对异性并没有太多辨别能力 而这个女人找他 其实是另有所图 女的也不是正常的女的 就是社会上闻的女的 穿着华丽胡哨的 就是华眼瞧眼的 他其实说和小波在一会儿 其实也不是 真心和小波在一会儿 也就是花他个钱 被害人哥哥说 从那以后 王小波对钱 有了一乎寻常的渴望 于是夫妻俩的矛盾 也越来越大 最终酿成了凶案 丈夫杀死妻子 真的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吗 被告人王小波 在开庭前 对我们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就是互相有个电话 知道有这个人 要说起来朋友都还算 被告人王小波说 和这个女性女子认识也十分偶然 一天 有个朋友让他陪着去相亲 我说行了 我就去了 去了 然后他们在这相亲 我们在这干做的 后来结束的时候 就互相留了电话 被告人王小波说 陪女方相亲的人 就是这个女性女子 而且他们认识之后 并无交往 但是妻子却认为 他们关系不同寻常 夫妻俩的矛盾 也由此愈演愈烈 最终导致 他失手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辩护人 对被告人王小波 有无法问 有 请发问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后悔不后悔 后悔 后悔当时 就没有考虑到 今天这个后果 当时想来没有 当时我就不知道他会死 根本就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后果 被告人王小波似乎很后悔 他说他和妻子郭平 是自由恋爱 婚后两个人也相处得很好 只是一时失手 酿成大错 人们常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如果相处很好 为何一次争吵 就让他对妻子痛下杀手了 被告人王小波 本法庭在问你几个问题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实事求是 如实地回答 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你刚才说 你和你妻子郭平 是自由恋爱 你们两个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大概是一二年 怎么认识的 在工作途中 上班的途中认识的 上班的途中 那不是 那时候 我是去超市送货的时候 认识他的 你们认识多长时间结了婚 将近两年 被告人王小波说 他并没有正式的工作 因为家里开了一间小超市 他平常就帮着家里送送货 而妻子郭平 那是超市里的店长 一来而去 他们就相识相爱 但是他的家里人 并不赞成这门婚事 就是自由恋爱吧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大人也觉得他还小了 小点都能给他去吧 王小波的母亲说 一是郭平年龄还小 二是脾气性格 与王小波也合不来 所以他们并不看好这个儿媳妇 跟他们心目中的儿媳妇形象不符合吧 然后也不是那种包办婚姻的意思 把他们看不上 后来 王小波也觉得郭平的脾气有些暴躁 他对于两个人的未来有些犹豫 但是此时 郭平的身体出了状态 女方说的坏了勇了 非要给了 就这么说的 没了份儿了给人家打吧 王小波的母亲说 结婚后两个人的生活也是磕磕绊绊 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一次小争吵 但是王小波一直忍让着郭平 后来王小波认识了一个女性女子 郭平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到了极点 王小波的父亲说 他的儿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把那位姓吕的女子约了出来当面对质 但是没有想到 却被郭平家人暴打了一顿 抱着一丝丝想法去对质 就是想去打人 去的时候 我们总共加起来也就六七个人 但是去完到那一下车 我估计是他嫂子还是他哥哥 打电话叫了很多社会上的小流氓 过来就打 大年初八两个人再次为此事争吵时 喝了酒的王小波失手掐死了郭平 你们刚才你陈述当中讲到 你把那个郭平这个掐住颈部 就是掐住脖子 掐到你走的时候口吐白沫 你当时认为这个你妻子是活着了还是已经死亡 我认为当时你确认不确认他已经已经死亡 不确认不确认不确认你到刑警大队你是怎么讲了 当时到刑警大队我说我是来投案的他说你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人了 说你杀人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确定就是你妻子被你掐死了 对 是一时冲动还是故意杀人 没有想过要伤害他 举证致证又会还原怎样的案情真相 我见他嘴里流出了白沫睁着双眼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这个案子看上去并不复杂 两个人结婚之后 丈夫结识其他异性而引起了妻子的不满 但是丈夫并没有有效的化解妻子的疑虑 从此夫妻两个人争执不断 最终丈夫在一次冲突中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案情并不复杂 但背后隐藏的线索却不简单 我们常说过日子吵吵架 拌拌嘴再正常不过了 因为吵架就要杀人吗 被告人王小波的火气为什么如此之大呢 更为关键的是 他与那位女性女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女子与凶案的发生究竟有无关联 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举证制证 举证制证 现在请公诉人就启枢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向法庭提供证据 并说明证据的来源 种类和所需要证明的问题 公诉人首先出示了公安机关的收案登记表 接出警的登记表 立案决定书 以及被告人投案自首的盗案证明 这组证据证明案发以及破案经过 被告人王小波对这一组证据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辩护人对刚才公诉人出示的这一组证据 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另外一位辩护人有什么意义 没有 下面请公诉人向法庭继续出示证据 被告人王小波杀害自己的妻子 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一时冲动 公诉人请出了一位关键的证人 下面申请法庭传鉴定人王刚出庭作证 就实体检验 鉴定意见 新行说明 本法庭同意传鉴定人王刚到庭 王刚林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 凶案发生后 正是他亲自为被害人做了法医鉴定 他发现了什么呢 郭平事件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郭平的死亡原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你如何判断出 郭平是因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在尸检中检到死者颈部有挫插伤 颈部肌肉有出血 双侧球颈结合膜双肺 及心脏表面 胸壳检间出血点 符合机械性窒息的形态学改变 因此得出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好 审判长 公诉人房文完毕 据法医王刚介绍 被害人死于机械性窒息 也就是说死者的颈部被长时间掐住 那么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公诉人随后出示了被告人王小波 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下面先宣读一下 2015年4月15日 被告人王小波的供述 说你以前向公安机关供述 是否输食 输食 你当时掐郭平脖子多长时间 我当时意识冲动 骑在他脖子上大约三五分钟 我见他嘴里流出了白沫 睁着双眼 他当时也感觉不到 郭平推他胸部的力量了 这个时候才松了手 公诉人说 从法医的证言 以及被告人的供述中 不能看出 王小波掐住他妻子的脖颈 长达三五分钟 被害人如此长的时间不能呼吸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被告人王小波应该心知肚明 被告人王小波 刚才公诉人向法庭 怎样宣读的 就是你在侦察机关 也就是公安机关做的供述 你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有什么意义没有 没有 辩护人对被告人 在侦察机关的供述 有什么意义没有 两名证捕人 冲入引议 好 下面请公诉人继续向法庭出示证据 被告人王小波杀死自己妻子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真的是因为与那位女性女子 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公诉人紧接着又出示了一组证据 下面向法庭出示第五组 证人证言 从这几份这个笔录中可以看出 吕白娟和王小波关系是一般的男女同事关系 在这个笔录中吕白娟谈到说我和王小波之间 没有真没有什么 他们的认证过程是通过 他们的认识过程是通过徐过谦和钱慧如的谈清认识的 以后才和吕白娟有了交往 启赢就是要求王小波和吕白娟在人民公园当着郭平的面 当面对峙证明郭平这个证明吕白娟和王小波之间 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公诉人说 吕姓女子与此案的发生并无关联 被告人王小波杀害自己的妻子 完全是因为无法正确处理家庭矛盾纠纷 被告人王小波 下面你可以向法庭提供或者是出示 你有罪 无罪 罪重 罪轻的证据 有没有 没有 辩护人有没有证据向法庭出示 有 请举证 发生本次案件以后 被告人家属及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赔偿调解协议 并如约守信的履行了协议内容 证明被告人确实履行了70万元的赔偿义务 受害人家属也已经收到70万元 该证据出示完毙 被告人的辩护人说 案件发生后 王小波一家人多方仇措积极赔偿了被害人一家将近70万元 他们希望能减轻儿子的罪责 甚至连王小波年迈的爷爷也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这位老人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孙子 就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 而王小波的父母至今也不愿意相信 他们的儿子居然亲手杀死了他自己的妻子 被告人王小波的父母希望他们倾家荡产的付出能有所收获 他们认为王小波只是一时冲动失手杀死了儿媳妇 并非故意杀人 从举证制证来看 被告人王小波杀死妻子 与那位吕姓女子并无关联 他疯狂的举动完全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怒火 王小波的家人和他的辩护人也由此认为 案件发生前 王小波并无预谋过程 主观上也没有杀人的故意 所以应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那么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 他们的主张能否得到法庭的认可呢 让我们接着忙下看 法庭辩论 法庭调查结束 现在进入法庭辩论阶段 首先由公署人发言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我们收安阳市人民检查员的指派 代表本院以国家公署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公诉人认为 本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被告人王小波在与妻子发生争执之后 随即产生了杀人的念头 然而 不论王小波的陈述 还是其他各方证人证言 以及 卷中显示受害人的生前笔录 均没有 王小波要致死郭平的迹象和言辞 我们仍然倾向于 本案应以故意伤害 定罪 比较妥当 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来王小波 应当案 故意伤害罪定 我国刑法规定 刑法理论规定 当一个人的故意 这个 不明确的时候 那么 一般以结果论 本案 王小波 实施了 足以致死被害人的行为 并且 在 实施以后 没有采取 抢救 这样的一个 行为 那么 最后的结果呢 是被害人 被害人 这个 死亡 这个结果 那么按照我国的刑法理论呢 这是一个构成一个 故意杀人 不管是 坚决的 还是直接的 辩护人 对此意见 进行答辩 2015年 2月26日 被告人王小波 一人在家喝酒 离家出走 几天的受害人 郭平突然回家 此时 王小波已经喝多 辨认和控制能力降低 再加上双方各种语言的刺激 最终引发了此案 被告人王小波的辩护人说 案发当日 王小波还大量饮酒 并处于醉酒状态 这也是其情绪不稳 行为失控 最终酿成惨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法律规定 醉酒人犯罪 仍应付法律责任 但起码可以说明 王小波不是预谋犯罪 也不是必然的 肯定的存在杀人动机 这位辩护人还说 被告人王小波 之所以酒后失控 酿成惨案 与其极不稳定的心理状况 有着紧密的关系 而这源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 在开庭前的采访中 王小波的母亲是这样说的 这是我养了个孩子 你知道吗 他说小子不是我妈家的这个人 是我抱养了个孩子 原来被告人王小波并非亲生 他是这家人的养子 他现在的父母 婚后便领养了王小波 对于这个孩子 他们从小就很疼爱 一直视若掌上明珠 但是父母的疼爱 和独特的身世 却让王小波的心理 多了几分暴躁 作为那个王小波来说 他自个儿没有把这个 没有把这个事情 正确处理 冷静地 称轻自个儿实际 被告人王小波的父母说 虽然他们做着小生意 但是一下子拿出七十万元来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孩子不是亲生的 但是他们愿意付出全部 被告人王小波 有没有新的意见 没有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意见 没有 法庭面论结束 有被告人向法庭 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王小波 你站起来 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尊敬的审判长 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 我错了 我对我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但是我现在想在这里 对被害人及被害人的家属 说一声 对不起 被告人王小波后悔了 他向被害人家属表达了忏悔之意 但是毁之晚已 现在 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 追究被告人王小波的刑事责任 我们仍然倾向于本案应以故意伤害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法庭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根据被告人王小波 所犯罪行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刑法 第232条 第61条 第67条第一款 第56条第一款 第57条 第一款是规定 判决如下 广告之后 听审现场将播出一审宣判结果 节目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2015年6月25日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经过休庭 合议之后 对此案当庭进行了宣判 根据被告人王小波 所犯罪行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刑法 第232条 第61条 第67条第一款 第56条第一款 第67条第一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请全集齐 被告人王小波犯 故意杀人罪 判处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中身 对于法庭的一审宣判结果 被告人王小波表示服从判决 但是对于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被告人王小波犯的是故意杀人罪 还是故意伤害罪 法院罪中是如何认定的呢 院长成振生在开庭后 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被告人公诉 掐着被害人脖子 长达三至五分钟 而且直至被害人口吐白沫 才离开现场 而且离开现场就把门给锁上了 没有对被害人有任何施救的这种措施 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主要就是主观上 被告人是直接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 还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 被告人是直接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 我们常说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诊面 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 成为夫妻本不容易 所以应该多包容多体贴 但是被告人王小波却以终结对方生命来解决家庭纠纷 显然是错上加错 大年初八本应该是吉祥欢乐的时候 但是他却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妻子 那一刻他不仅掐灭了妻子的生命之火 也掐灭了自己一生的自由 而更令人痛惜的是他不满周岁的女儿 失去了母亲又失去父爱 他该如何健康成长 为人父母如何理智地处理家庭纠纷 值得深思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听众现场 我是七七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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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